沈阳的田龙伙伴是为小区做垃圾清运工作的 他说了最近自个儿老往沈阳市黄谷区的一个小区跑 不是因为这块垃圾多 而是这块啊 哎呀是他的一个心病啊 他说这个小区欠自个儿一笔款子 已经快半年了 我是给这个小区清运垃圾的 那个从21年7月份给他清垃圾 清了一共有26车 9100块钱 350一车 到现在也不给 发票也开完了 他说这个活是小区物业经理找他干的 本以为是个长期买卖 纳成响出了岔头 他刚给我活的时候是让我签合同 合同我给他工资定去了 完了工资不盖章就干我丢了 王老说这么得那我就不干了 他说不干了那你就那个我把钱给你解了 王老把方票给他开了 开完资金也不给你解钱 他说接下来的日子 自个儿这笔钱是迟迟的不到账 他就告诉我 他说上边领导不签字 这个那个这钱就下不来 我什么时候签字他告诉我他也不知道了 现在他说超出他能力范围 田龙说自个儿连见面带打电话 跟物业经理沟通了不下十次 这是俩人的电话录音 年前差不多十月份就 就是十月份就已经包上去了 但是这个东西至于是压在谁的手 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应该是没包到财务那儿的 因为财务是最后到拨款的那一步的时候 才会到财务 正常是各级领导签字 签字财务主管签字 夜晚发票之后会找领导签字 领导签字到拨款的那一段 才会到财务 这个您听明白了吗 我听明白了 所以我要问一下 问一下领导这个钱 这个费用是差在哪儿 一直在问 我现在已经沟通不了了 超过 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内了 已经超出能力范围 就是说我只能是让领导去催 因为这个费用嘛 不光你这一块 还有其他的费用 还有十回八回的都有 每次结果都是这种回事 要么他就问问 问两天也没动静 有时候打电话也不接了 或者各种原因就是不给 田龙说这笔费用 对自个儿来说 也不是比小钱 他挺上火 这东西现在就没 本身就没有什么利润 你三百五一车 一车就剩几十块钱 七八十块钱 全是我的本钱垫去的 而且还不是我自己干的 忙的时候找别人车 都是我垫的本钱 到最后他不给我钱 全押我认 这全是本出来了 随后 田龙再次来到 自个儿干活的小区物业 物业工作人员说 小区物业刚换了经理 目前人在总公司 通过电话取得了联系 这位物业经理说 田龙的钱 公司已经劈下来很久了 但由于小区的 原物业经理工作调动原因 迟迟没到总公司取款 这才拖了这么久 他没说不给钱 就帮物业时间 然后他就等不及了 就天天催 昨天还拿个大板 就在我这边喊你 那我正常都没发上来 你那个行为以后 对 不行的话还有不 随后小区物业经理 给出了承诺 我现在就在财供 在财供我以后 我就会找老总去 然后这边肯定就 我今年我肯定给他回话 钱肯定是不能差他的 这物业新来个负责人 跟我交接一下 他说他帮我解决这个事 不行再等等 让他尽量解决是最好的 就在咱们的记者伙伴 结束采访没多长时间 田龙来电话了 他说自个这笔钱 已经实实在在的揣兜里了 行了啊 这回你这个这颗心总算踏实了 不过说到这儿啊 还有一个事儿 咱们也得给伙伴强调一下 就是田伙伴拿大喇叭去 要钱这个事儿 咱们不提倡 有理说理 有事说事儿 心里再着急 咱都得有个原则和底线 就是采用合理合法的办法 去解决问题 有时候事儿就差在这个沟通上 找到一个适当的沟通渠道 你看就像上面这个拖半年的事儿 不也解决了吗 好 好 好